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大师说谷 刮胡词记的第152集 也就是第152集 时间过得真快 不过 我们虽然我客气的说 我们这个观赏的都是我们那些什么 小小众 因为喜欢文物 喜欢文化 喜欢文物 甚至喜欢古玩 喜欢古董 尤其古董类的瓷器之类 这些都算是什么 广大的人群之中的小众 那我们又是什么 小众中的小众 甚至可以称之为小小众 虽然如此 我跟您讲这个文化的传播力量 还是很大 我想文化的传播力跟渗透力 比政治 那个来说要正面太多了 因为政治 往往来说是比较黑暗 是比较肮脏的 你可以去包装它 再怎么样的包装 再怎么样的文宣 你成立新闻局也好 你那什么国务卿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也好 再怎么样来说 你用政治的手腕 你用外交的手腕 达不到文化传递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一种真善美 真善美 当然政治你又不能 你又不能没有它 我早年我在局里面 两局情报局跟安全局 我都教过什么 群众运动或者是民主运动 都专门开这个课 这个课的话 我记得都有将近20堂课 每一个班队 每一个班队都将近20堂课 那个比例是不轻的 所以我了解这些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活动 政治的运动 甚至于群众的运动 这样好听一点 包装好听一点 是民主的运动 它有它的神圣性 可是实际落实在政治上 往往都没有这么神圣 所以有朋友也建议我 大师有些老朋友了 大师你应该谈谈人生 谈谈那个现实的状况 如何我们要如何的自处 这个议题不好谈 因为你一谈下去 你就会什么 踏去到政治 你踏去到政治的话 你就会 这个什么 就没有公道 我们还是谈文化 而涉略到涉及到的政治 或涉及到外交 涉及到的军事 我们点到为止 或者甚至于涉及到人生 甚至于涉及到一些社会现象 或人心的状况 我们偶尔点到为止一下 这种效果我觉得反而比较好 我们还是要以文化来说 以文化 然后以这种什么器物 尤其是重要的观摇器物 它那是以观摇器为主 它不见得百分 不敢叫百分之一百 但是观摇器绝对占八成以上 所以它具有每一个年代 它的一个代表性 好不好 我想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比博物馆 要活泼一点 我们比较像博物馆 那么实实版本的 这么守旧 那么好像有的人说 是暴残手缺了 因为博物馆有很多残器 暴残手缺 或者是食谷 因为它都是谷物 食谷而不化 我们不会 我们食谷而有化 各位讲 我们这样来谈谈 轻松一点 我们也谈谈瓷器 也谈谈古董 玉器的专业 专业之外 我们也谈谈 谈谈一下心而上的 每一间器物都有 它心而上的位置 到的地方 所以我一开始就破题 就是小小众 小小众的小小众 没有关系 这文化的渗透力是很强大 我昨天晚上看完电视了 我随便翻了一下这个手机 Google了一下 我Google了水柱 我看看水柱 我一看 好几篇都是我写的文章 要不然就是我的大师宝藏 就是我文录的大师说瓷 早期是大师 一百集之前是大师说瓷器 一百集之后 这边大师说谷 就包括了什么瓷器 玉器 铜器 杂像类 所以很妙 我都查了自己好几件 换句话说 你现在要Google去查什么水柱 查到永乐年代的青花也好 什么的 水柱类的 一看 好几件都是我讲 所以说你说这个文化的力量大了 所以我也要更 我这样看到的 我一方面挺开心的 发觉这个力量没有白花 因为我们也不是做生意 我也不是东西要卖给你 我也不是拍卖公司 要把高价来卖给你 我要加以包装 就像那个翟建民 他们香港所谓他们的大佬 他们他也有在上面谈瓷器 谈什么的 很简短的三五分钟 他那个是完全是帮 他是被 独小说买通了 他是被国际大拍包园下来的 那是广告的节目 每一切瓷器在他眼中都是一百分 各位一起看 我看了两集我就看不下去了 每一切瓷器都一百分 一百分的道理呢 那就是纯粹的商业保重 内行就看门道了 我们除了谈行而上的瓷器 有关瓷器的鉴定 瓷器的鉴赏欣赏 我们还谈行而上的瓷器背后的那种道 这是无人能及的 我告诉你 目前无人能及 以前没有人这么做 现在只有我这么做 以后我看能够做这样的人也不多 因为你这需要很广泛的一种知识 你不是光对瓷器的了解 各位OK 瓷器的了解是最基本 而且对瓷器以外的一些事情 要有所涉略 你没有涉略 你要怎么 借重别人的经验 或者你有什么 修炼的神游大法 你就会懂 懂我话的人应该懂 所以我开心之余 我就又拿出来这么一件 好彩头 红云灯头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红 你看那幅画 就是画了有什么 江山带有红色的这种什么 这个片眼红色 那幅画为什么卖到数亿元 为什么能够这么样的高价 因为中国人喜欢红 那就是一种中国红 中国向来是红色 是一种喜庆的颜色 为什么称为中国红 我们在国际选美大会 环球小姐的时候 谁谁谁穿了一戏 什么红色的洋装 中国红 还加了一句中国红 为什么 好像红色就变成是中国的颜色 当然我们现在从大陆来说 那个共产党他们的什么 五星旗 红色的 那我们中华民国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家 也是满地红 红色也是占最大部分 各位 所以我们中国人人同此心心动之旅 这一点研究文化人 有的时候要不能脱离现实 不能脱离现实 我们唱那个歌 大家都会唱的 掀起来你的盖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为什么 那个什么 结婚的时候 要先新娘的头纱 新娘的头纱 在中国传统的 与中国式的婚礼来说 绝对是红色的 绝对是红色的 现在穿白纱是因为西洋的关系 当然有的时候 大家现在也反谱归真了 也复古 而现在也要造几服 造几服那个什么 新娘 造相的时候 要造几服传统服装 男人 对吧 穿了什么 中国的那个 小棉袄 小棉袄 因为结婚都是在多半的冬天的时间 过年前比较多 带着小瓜皮帽 或者戴着中国的那个乌纱帽 有的人刷宝 新娘子就是披着什么红色的头巾 或者手上拿着什么诗卷 也是红色的 这就是中国 我们今天的这一件词形 叫做凡红 凡就民凡的凡 民凡 我们就是进水器的民凡 同时你可以写成 一个石头的石 右边一个平凡的凡 这两个字意思是通的 凡是一种 就是所谓的 自然界矿物里面有所谓的清凡 民凡 清凡 我们为什么叫做凡红 它是由清凡 加以断烧 然后加以水洗 断烧之后水洗 然后把它存化 把它提炼出来什么东西呢 主要的成分是三氧化二体 在经过九百度的 所谓的 以磁气来说九百度算低温 以九百度的低温烧出来 就叫做凡红 那它有 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成分 基本上它就是三氧化二体 就是有清凡 断烧跟 跟瓢洗出来的 纯化的原料 再加上很重的比例的 什么铅粉 各位 我们很多低温釉都要加铅粉 因为铅粉是一种助燃剂 铅粉这个助燃剂 它可以让那个 那个我们低温釉啊 不要这么高温就可以烧成 你不加铅粉的话 要上千度 那就已经接近了 青花一千三百度啊 就接近青花了 不行 它是为了把它的温度降下来 我们旱绿釉就晓得啊 里面会反铅 为什么反铅 因为里面也是用这种氧化铅来做它的助燃 所以它会让那个温度下降 到九百度左右就可以烧成 但它那个绿色的成分 各位有误会是认为是切 不是 切只是一个助容 但绿色它还是铜离子 铜离子它才会呈现绿色 所以我们就讲到 我们这个反铅 它就由青凡提炼出来的 三眼花二点 然后加上九百度的温度 对 它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广胶 加上胶 它增加它的附着力 所以等于说是用青凡提炼 然后再加上千粉 再加上所谓的广胶 它这个三个成分作为它的主体 然后就可以炼成这种反铅彩 反铅彩通常来说是什么 已经青花烧好了 青花造了玻璃又烧好了的时候 透明又烧好了的时候 再在透明又上面化 所以它在这又上产 又上低温九百度烧成 青花在一千三百度 它是九百度 而且它不需要用还原液 它很稳定 它在氧化液里面就可以烧成 所以它烧成的那个 所以真正的反铅彩 是非常漂亮 有些那么那些丑不拉击的 我跟你讲那些都不对 还到了清朝晚期了 明朝晚期 清朝晚期 我跟你讲那些反铅都不行 那国力嘛 国力已经摔颓了 哪有力量 老命都保不住了 你看我们这次的新冠肺炎 你就看得出来了 大家关键的是保密 那时候说台湾人不怕死 动不动就要跟大陆 跟哪里打仗 他们都吹大牛 其实台湾人怕死得很 所以我们台湾疫情 才控制这么好 这也是 大家都戴口罩 那我们很多私下里在聊天 不是嘲笑台湾人 也是一种肯定台湾人 台湾人懂得身体法复 受之父母 不可轻易毁伤 那动不动就要打仗的 那些是少数的网络酸民 再叫一叫 你真的发他一把枪 你看看他 他说不定第一把枪 第一个子弹就让自己 引弹而亡 吓死他 他不敢上战场 嘴巴叫 真的 那林决明 我们那时候林决明 那个时代的 我们那个 十万青年 十万军也好 林决明 他们语气 诀别书 那种才是勇士 那种才是 他不去张扬的 就给太太写一封诀别书 就上战场了 就打死了 没这么简单的事 我们打过仗的人 晓得 全大家都有个太平盛事 什么太平盛事 在我们局里 我们在我的资产员的单位里面 几十年来战争没停过 我告诉你 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在海外或者在第三地 或者是面对面 我的学弟就动不动 就被判了十几年 我们都很熟悉的人 有的我都带过 对不对 那些人呢 他不是为国家牺牲吗 老婆孩子一个 一个长得比一个漂亮了 谁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呢 动作一关就那么十来年 一个人一辈子 尤其在金华期 你有几个十来年了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讲到国家 讲到民族 讲到什么 我们会有那种热忱 但是那种热忱 你要把它化成行动的话 你真的需要有勇气 所以我一直对 我原来待的这个单位 我一直抱着这个 除了感情之外 还抱着什么 还抱着三分的敬意 其他的衙门 我都瞧不起 为什么对我原来的单位 我存了敬意 为什么 大家都是出生入死 都是抛头乌洒热血 而且不张扬的 好吧 我们点到为止再谈一下 好 我们现在又拉回来 我们这件事 六百年前的 永乐青花 名永乐青花苗红 苗红就是繁红 你讲繁红一个 青花苗红或者繁红 这样什么样的一个水柱呢 折之花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讲过 折之 折之花就是 它不连串的 它一朵归一朵的 有花堪折 直虚折 这种叫折之花 折之 折之花绘文 它的花绘有很多种 有莲花啦 有 它是以莲花跟牡丹花 花开富贵 更代表青年的莲花为主体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花绘 有的人说是西藩 或者怎么样 都带有一点西域的这种色彩 带有伊斯兰的这种色彩 它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 明永乐金花繁红 或者苗红 折之花绘文 带盖 因为我为什么强调带盖 因为很多博物馆的都没盖了 带盖水柱 而且包括有的盖 它也是厚配的 像它自己承认台北故宫 那个 适于新的那个永乐大地 瓷器展 适于新的展览 它那个那一件 它是青花 它还没有苗红 它是纯青花的 它盖子 它就自己承认是清朝配的 但它们配的多半都是宝珠顶 事实上这种 这种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除了宝珠顶钻 它有这种细 这种像细 可以穿绳子的细 它是为了固定这个盖 因为它这个足强很短 我们这个老瓷器 跟这个所有老的疑心 我给我盖 这个足强都非常短 你看很深的这个足强 盖起来延伸密封 我告诉你们这样 都是新的 所以我们是有时候见识上 但我转动它 我要很小心 想我转动一下 给各位瞧瞧 它的美丽不是盖的 我PO了40张照片 在我脸书上 你可以去看 这么一件 举世无双 目前来说 从我的认知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 按理说 它同一类气息 它不可能只做一件 不可能 只是能够传得保留下来 而且又被我们看到 被我们认知到的 那是非常少之又少 所以我才感觉举世无双 你看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受戴型的 又叫做如意型的 这个饼 多漂亮 我告诉你 这个幼光 你要是想来当面看 我不收你费 我让你上手把玩一下 在安全情况下 你精神状况要好 你不要喝了酒来 不行 我让你上手把玩一下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官窑气 你看 整个都润手 润得不得了 似欲而非欲的那种感觉 你看它那个白的那种感觉 让你觉得很舒服 不是死白 苍茫茫的一片的那种白 而且白中 那个带有那种 生命的律动感 那个繁虹 所谓的苗虹 虽然它是幼上产 跟你讲 它可是经过了六百年之后 它已经润到什么地步 你不仔细摸 根本摸不出来 它是幼上产 最近我还奇怪 因为我摸得太润了 奇怪 我说怎么 怎么跟我想象 有一点点那个 我说右上产 应该摸得很明显 后来我就不放心 我再用我那一百倍的放大镜 灯光一照 放大镜一看 绝对没错 它那繁虹上面 已经有一些老化现象 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出来 肉眼看不出来 它这个是传世纪 它没有入土 也没有被吐清的痕迹 所以它完全 那种所谓的繁虹彩的 那种自然的那种变化 它会有那种层次感 它不是一眼看到 你现在心烧的这个繁虹 你现在心烧的什么 这个瓷器的幼上彩 你不要是放大镜了 你眼睛好一点的 你裸视近看 你就看得出来 它那个什么 那个渣渣都还在上面 我跟你讲 你刚吃完饭 嘴边流到渣渣 表现你刚吃过饭 这个瓷器也是 你说我在六百年 可是你一看上去 甚至用十倍放大镜 就看出来 你渣不拉渣的在上面 那就不对了 我这整个的 右上彩都看起来像右下彩一样 整个的光润的不得了 可是你用一百倍放大镜看 它的颜色都有层次 它有那个老化 不要说老化了 讲老化对不起它 氧化 大概六百年正常时间的那个氧化 把它那个层次就分出来 而且我们用肉眼看 你看我PO的那个图 那个照片四十张清晰的特写照片来做 就像我讲的带于油画的那个色彩 国画又带煎油油画的那个味道 它有层次 所以你说繁红彩 繁红彩要是画的没有右里红漂亮的话 呈现出来没有右里红漂亮 我跟你讲 你这繁红彩就是错误 这繁红彩就是一个失败 为什么要稍反红 就是因为右里红太麻烦了 它是铜离子 它是铜元素 它用铜元素叫还原液 要接近一千三百度的温度 而且那个你摆在那个窑里面呢 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中间 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因为铜离子它会跳跃 铜离子会跳跃 因为铜的传导性高啊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电线都用铜 它就换句话说 它的那个稳定度就不够 所以你看那个右下彩的 所谓的右里红 是非常难烧 虽然是非常珍贵 但我们纯就美学来说 它哪敢上 繁红的什么 繁红它的怎么讲 经济效果 我们以现在来讲CP值 CP值当然高了 那呈现得出来的效果好 就跟我们买了个萨克斯丰 我最近买了一支萨克斯丰 这个 我们当然要选CP值高的了 第一个价钱要便宜 第二个要好吹 第三个音色还不能太差 你要考虑这个CP值 虽然那个什么 右下彩的那个右里红 这最不符合CP值最低的 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所以它的年代比较短 它就是在什么 红武年代 红武又特别喜欢 红武就出元章 最后面的永乐 薛德也稍稍踏取一点点 但之后就没有了 就断掉了 之后就改以反洪才 为什么 这是大势所趋嘛 因为这个什么 大家都会找那个CP值高的 这历史你要这样看待 有的人说那个明朝到后来就技术断成了 获得国家穷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这个CP值 CP值 到了明初到了康熙 他们又开始去烧了什么狼腰红啊 什么红的 这种什么 然后他们也就恢复 因为他们还要证明他的国力 他证明他的国力 他往往把自己什么 常常把康熙比作永乐大帝 我们称为永乐称为永乐大帝 历史上康熙怎么称 千古一帝 你看这个名称 是不是两个都很match 两个人又都除了武功之外 也研究科学 外交各方面他都行都抢 百人上马又能够骑士 又能够带兵打仗 能文能武 所以说他是这样一个比拟的 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台语的话 什么苏朗姆苏丁 就是 哎这个 有这种 他是从明朝整个的来讲 到后来樊宏把佑里宏淘汰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对樊宏他的美 绝对超过佑里宏 跟他烧成的难度 跟他的这个成本 绝对什么低于 绝对不能跟那个佑里宏 相其辟论 佑里宏难 但是繁红的美 你就可以看到他 你就可以看到他 几百年的优化 文艺复兴时代的 在你眼前就像是新的一样 就像我们这个瓶子 你看起来的 你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 对 我稍微再区分一样 为什么另外那件瓶子 我把它定位在 同样也是一个水柱 我前几天也介绍水柱 下面有它没有开光 它是通景 没有打格子 这种通景 它是用残枝画法 那就是缺的 一般是这样定位 为什么 我们有分格子 分这八个格子 上面尖部分 十二朵的这个莲花瓣 这是根据当初 伊斯兰国家的 贵族用的金银器而来 当然比他的原型 要粗壮一点 他的原型比较瘦 嘴巴更尖一点 他的流口不是这样流 他是直接在口岩流出来 他的那个金银器 所谓水柱 有的称为水柱 像大陆 北京故宫称这种为水柱 台北故宫称这种为植湖 北京故宫称植湖 是另外我介绍的两边 流跟丙更张开的那种 中间是一个玉湖村平的 才是植湖 台北故宫 都称为水柱 好我们就以水 台北故宫称为植湖 好我们就以台北来讲植湖 这种植湖在大英博物馆有一间 就十二世纪 十二世纪 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隋唐之计 隋唐之计的 所以我们隋唐 尤其唐朝的经营器发达就跟这个有关啊 就跟波斯国家有交流 还有西域国家有交流 所以他们的经营器传达我们 所以再加上我们在地化 唐朝那是大唐盛事嘛 又把它精致化 做得比他们还好 做得比他 就跟我们有乐大帝 我们把它进行器改做成瓷器 加上中国的元素进来 中国红了什么元素进来 做得比他原来更漂亮 两天同样去拍卖的 我们是他的身价至少十倍以上 但是我们不要以钱来论 当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 内建是我们的原型 英国大英博物馆有一件 我都当面 我都亲眼看他过 大英博物馆的内建 他跟这件稍微有出入的一点 就是说 他的那个下面他也是分半 但他下面分的半 他是写的阿拉伯文 阿拉伯的所谓祈福文 他们都是 都把这个当做一种盛器 开玩笑 我们不管水器和植服 我就常常讲说 行而下者为之器 行而上者为之道 你不想他们的当地的民族 他们要顶端的人 他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进银器 不止金就是银做成的 要不然就是铜 铜什么铜流 铜什么香金 欠金或者欠银 那两件就是所谓的铜欠银 铜欠银 一边是欠进去的银是什么 阿拉伯祈福文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件 就是我们这件的原型 它下面分为十二半 我们这是八半 因为我们中国讲八卦 它那十二半是十二星的 它是所谓的十二宫 它十二星座 每一个星座 它也是用银欠进去 就是铜欠银 这样做这样的造型 但它边上树有树起来 每一个 比如说它有十二半 十二星座 每一个半上面有两个小小的兽 看起来像小猴子一样的 那叫做镇兽 就是保护它的神兽 那总共有二十四个兽 有十二个半 你看神有我研究的透彻 但我们到了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还要维持它 你看我们的花瓣 我们为什么讲 这连半 还是保持它十二个 就是保持它十二 所谓的十二星座的原型 至于下面分八半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八卦思想 中国人就是一个易经的文化 易经就脱离不了八卦 不管你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我们都融在一起 而且它分为八半之后 它的半数大一点 它上面可以作画 它的开光 从比例来 视觉的比例来 黄金比例 就我们为什么比它值钱 到底在这里 那我们讲的八卦 我们一转动 你就可以感觉到 那个八卦来了 一转动的感觉 这个八卦就叫做什么 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的口诀呢 我跟各位讲 地出乎镇 从东方开始 这个我们早上的太阳 从东方升起 晨熙 地出乎镇 而且我在讲 我们为什么太子要居东宫 就根据这句话来的 地出乎镇 镇就是东方 东方加以墓 为什么太子叫做东宫 是有道理 地出乎镇 齐乎镇 相见乎离 离就是南方 离乎离我 相见乎离 智义乎坤 岳乎对 战乎前 老乎侃 成延乎更 你看我把它整个转了一圈 成延乎更 二层更 就是一种什么 更为山 就在东北方 就是为止 所以我们 宋威中 不是很有名做的什么 更月 他的花石缸之乱 花石缸之义 就是为了 盖一个山 我们人家说 愚公移山 真是宋威中 那个精神很大 太吾石 全部国家的宝贝 都堆在他的更月上 他就想能够集其大成 我们讲成延乎更 是这样的 因为我研究易经的人 我也是研究道家的人 所以宋威中的心态 我最清楚 更月 但他只是 把我们心中的山 我们心中有更月 但是你不见得 实体要去 去那么 那样子 他把它落实在实体上 所以他就 招来一些什么 对他不利 他有时候 虚实之间 他有时候没有拿捏好 就跟他发明的 最有名的汝瑶 有时候在梦幻之间 他在打顿的时候 白天打顿的时候 突然间做了个梦 做了梦 清如天 所以他就 梦醒来 就叫他的大神 因为他是道家思想的人 道家崇尚自然 雨过天晴的颜色 雨过天晴 云破处 这般颜色 你给我做将来 也就是 我们周九伦的 《青花词》里面唱的 天晴舍等言语 而我在等你 就是那个天晴舍 所以我们了解 转动的时候 他就是后天八卦 不转动的时候 把他固定在那边 定点的话 就是个先天八卦 先天为体 不动 后天为用 不动 先天为体 就叫做 他的口诀 先天八卦 天地定位 三则通气 雷风相破 水火不相似 各位 就造就了生命 先天八卦 两两相似 对撞了结果 就跟我们现在 那个大强子对撞之一样 就撞出了生命 甚至于撞了强一点 不小心还撞出黑洞 宇宙的黑洞 所以我们有些物理学家 大物理学家 刚死掉的大物理学家 见动人的 他就很担心 你这样撞出黑洞 把宇宙 把地球都吞噬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科学 我们现在只知道的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也就高能物理的人 都晓得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这个宇宙的物质 只知道5% 95%还是暗物质 还有在探索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是 以这些器物 他改良式的八卦 后天八卦 地初不正也好 青天八卦 天地定位也好 我都跟各位讲过 最后拉回来现实面 你欣赏他的美就好 你能够懂能道 你就懂能道 不能够懂能道 看看愿闹 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